第1691集 行,我知道了 晚上我去会会那个贱人 不让他脱层皮我就不姓叶 叶浩轩冷笑道 酒吧的生活都是夜生活 白天冷清 夜间活跃 十点半以后 夜浩轩便来到了这家酒吧里面 这是一个不算太大的酒吧 跟那些高端的会所没法比 但是这个地方也是一些灰色的地带 地下室里面的赌场 还有大麻等东西 在这里充斥着 夜浩轩走到了酒吧里 他的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 这里面的气氛不是太好了 他刚走进来 便有一个衣着暴露的女人 迎了上来 小哥哥 陪我喝一杯吧 女人很大胆 他附在夜浩轩的耳边 吐气如蓝地说 行 夜浩轩毫不犹豫地答应 酒托 看他面生 看他面生 一进门便是有酒托招待 张叶这小子黑得很啊 帅哥 我可是很能喝的哟 女人跟跟笑道 他拉着夜浩轩到了吧台上 打了个响指 那个调酒时很默契地拿出来一溜杯子 然后玩着花样 换了数种酒往杯子里面倒 喂 这是我们酒吧最出名的酒 叫做一杯岛 很少有人喝过三杯的 你敢尝试一下吗 女人向着夜浩轩送秋波 带着挑逗的语气说 我这个人别的不行 喝酒从来没有怕过谁 夜浩轩笑了笑 可是 如果我喝了三杯不醉怎么办 如果你喝三杯不醉 那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了 女人干干地笑了 如果你把这些酒喝完 我保证 今天晚上能让你满意 这个没问题 夜浩轩端起杯子便喝了起来 这些酒其实不算是什么烈酒 一个酒量不算差的人喝完 那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如果这个女人不这么说 她们的戏 还怎么接着演下去呢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女人为夜浩轩鼓着掌 她娇笑道 水哥 看不出来 你真厉害哦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吧 夜浩轩笑了 讨厌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女人向夜浩轩 泡了一个眉眼 楼上有房间 你在那里等我 我去下洗手间 行 你去吧 我马上就来 夜浩轩笑了笑 先生 离开之前 账单是要结的 服务生叫住了夜浩轩 多少钱 夜浩轩问 一杯一万 您刚才一共喝了十六杯 打个折 十二万就行了 那服务生随口说了个数字 仿佛这十二万 是什么小树木一样 呵呵 见过十二万的钱 叠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吗 夜浩轩笑了 这家伙这么一个小人物 口气倒不小 十二万虽然不多 但是 他见过吗 没见过 大家都是刷卡的 如果您身上没有现金的话 我们这里也是支持刷卡的 服务员笑了 他拿出了一个pose机 行 够狠啊 夜浩轩笑了 十二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他拿出卡刷了 然后便上了二楼了 果不其然啊 到二楼根本找不到那个女人 这女人找借口溜了 不过他想从夜浩轩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这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夜浩轩轩 夜浩轩轩了一圈 然后便下楼了 果然 在楼下的一个角落里面 夜浩轩看到了这个女人 正在勾搭着一个男人 刚才放我的鸽子 夜浩轩上前一把拉过那个女人 然后猛地一推推到了墙角 这个女人又惊又怒 因为夜浩轩的动作实在是太粗暴了 她本能地要反抗 但是在夜浩轩的手里 她还想反抗 这真的是太天真了 见推不动夜浩轩 这个女人跟跟笑了 她看着夜浩轩道 帅哥 不用这么粗暴好吗 人家可是受不了的 我哪里粗暴了 夜浩轩阴瑟瑟的一笑 她附到了这个女人的耳边道 你刚才骗我说开房 可是一眨眼就跟另外一个男人 混到一起 你觉得这样好吗 哎哟 多大点事吗 人家知道错了 行了吗 女人的双手 勾住夜浩轩的脖子道 帅哥 你知道我的职业吧 酒坨嘛 夜浩轩笑了 刚才我付出了十二万的酒钱 怎么样 这个提成爽吧 啊 你真富了 女人有些吃惊地看着夜浩轩 她看着夜浩轩其貌不扬 本来以为夜浩轩没有什么钱 但是她可没有想到夜浩轩一甩手 就是十几万出去了 不然呢 我对你可是动了真情的 你要是不理我的话 我会很伤心的 夜浩轩笑道 不不不 不会不理你的 这么久了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种真性情的人 嗯 今天晚上 姐姐就破例一次 破例一次是什么意思 夜浩轩笑了笑 别误会 我对你的身体不感兴趣 你 女人的脸色变了 她骂道 小子 你这是在玩我吗 没玩你 我保证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夜浩轩笑了 她笑道 只是想向你打听点事 你打听什么事 我不知道 你找别人打听去吧 女人一震 想挣脱夜浩轩离开 但是夜浩轩抱得紧紧的 哪里有那么容易的让她离开呢 别这样 我喝了你这么多酒 现在你想一走了之 门都没有 夜浩轩笑了 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 女人有些气急败坏了 她这才发现夜浩轩 原来是一个难缠的主 本来他们这种人 眼力也都是不错的 哪种人能在 哪种人不能在 他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他们是看夜浩轩眼神 怕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 而且夜浩轩的衣着打扮 都不像是难缠的人 所以她才锁定了 夜浩轩这个目标 但是她没想到的是 夜浩轩那文弱的外表下 藏着的 却是一头猛兽 所以 现在她有种想脱身 又脱不了身的感觉 向你打听个事 别紧张 夜浩轩笑了笑 你们老板叫张叶是吧 我不知道 我只是来这做兼职的 你问问服务员吧 他们肯定知道 我这个人嘛 喜欢诚实一点的女孩子 夜浩轩笑了 她手里不知道 什么时候剁了一根针 这根针足足有几十公分长 她拿着这根针 在女人的眼前浮过 如果不诚实的话 可能会被我惩罚到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女人吓得是魂飞魄散的 因为夜浩轩的针 就在她的眼球上晃来晃去 就好像是随时能刺入 自己的眼球里一般 那种感觉很不好 让她有种双眼 即将被戳破的感觉 问你话呢 配合点 对我们大家都好 要是你不配合 我们大家都不好 我问你 你们老板是不是叫张燕 是 是叫张燕 你想干什么 女人几乎快要被吓哭了 本来以为今天 她宰了一个凯子 但是她没有想到 这家伙居然是个傻子 她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好几家厂子呢 我不确定 她现在还在不在这个厂子里 女人真的快哭出声来了 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这种高级酒托 肯定是很受老板的气助的 你说你不知道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你看我好哄吗 没有的事 我是真的不知道 她现在在哪 女人摇头 她突然向叶浩轩的身后 看了一眼 然后神色淡定了很多 似乎是松了一口气 叶浩轩的身后 有几个纹身的大汉 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手臂 有叶浩轩大腿粗的 壮实汉子 推了叶浩轩一把 小贼 干什么你 要么滚 要么死 叶浩轩淡淡地说 两条路你想选哪个 嘿嘿嘿 这哪来的傻逼啊 那粗壮的汉子 突然一拳 向叶浩轩的脑袋上砸去 这家伙的拳头 跟沙包一样的大小 这一拳下来 这要是身体弱的人 估计能被他这一拳 直接给放翻了 但是这一拳 对叶浩轩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叶浩轩随手一抓 就抓住了 那个大汉的拳头 然后轻轻地一扭 那个大汉的拳头 就侧向了一边 大汉的脸 现在仗得通红 现在他正在 和叶浩轩比着手劲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 纹柔的年轻人 居然能和自己的 手劲对抗 呦 凯文 昨天晚上是不是 是在那大洋马山上发泄的多了 不然的话 怎么会成这副模样呢 大汉身后的一群人 红的一声笑了 小子 你是谁 那大汉手腕摆不过叶浩轩 他不由得抬头问 我是你大爷 哼 叶浩轩冷笑一声 他一拳把那大汉给放倒 然后 在那群人 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迅速地出击 片刻不到 一群人都被叶浩轩 给放翻在地上 垃圾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回头继续地 看着那个女人 说实话不 你 女人这一次是真的被吓到了 本来以为救星来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群人被叶浩轩迅速地放倒 这让他有点不敢相信 要知道这些人 可都是场子里面 出了名的打手 平时就是以打架为乐 高手算不上 但是一个人挑几个 那还是没得问题的 可是他们在叶浩轩的跟前 居然是 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 这让这个女人彻底地怂了 三龙 帝王丁 他现在正在和几个朋友一起玩 女人终于说了实话了 早点说出来也不用担惊受怕的 不是吗 叶浩轩笑了 他对着这个女人的脖子处轻轻地一掐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两眼一翻 就软啪啪地倒在了地上 叶浩轩看了一眼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人 他转身向三楼走去 张叶是吧 我不管你身后站的人是谁 但是你触犯了老子的逆鳞 那么今天晚上 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三楼 帝王厅 本来这个酒吧呀 算是一个小酒吧 消费的人群都是低档次的人群 但是再小的门面 总得有几个豪华的地方撑撑场子吧 帝王厅就是张叶招待朋友的地方 叶浩轩来到这里的时候 只见眼前两排黑衣保镖 在门的两侧守着 叶浩轩都有些惊讶这家伙的排场 地位不高 但是排场一点也不小啊 他也不理会两侧的保镖 就这样直接向前走去 站住啊 干什么的 一名保镖伸手 拦住了叶浩轩 叶浩轩也不说话 上前就抓住这个保镖的手臂 一拉一扯 咔嚓 那保镖的手臂就垂了下来 他捂着手臂惨叫了起来 其余的保镖一见之事来惹事的 纷纷地摆开架势 向叶浩轩扑了过来 叶浩轩抓住一名保镖的领带 向前一扯 然后重重地甩向一侧的墙壁上 呼通一声 那名保镖的身体撞到了墙上 两眼一翻 便晕了过去 叶浩轩冲入人群 不到一分钟 就把这些保镖们全部给搞定了 推门而入 刚推开门 叶浩轩便感觉到 这个帝王厅里面传来了一股浓浓的灰乱的气息 只见一群男男女女的在纵情的狂欢着 衣着暴露的女人 以及磕药后神情迷乱 滚在一起的男女 让这包厢里面充斥着无尽的糜烂气息 这些人玩的是太投注了 以至于叶浩轩推门进去了 他们还没有一点反应 叶浩轩在室内走了一圈 终于看到了一个吸着粉 搂着两个妹子的大汉